P1 P2 P3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值 103 17 然後呢大同區大同區要刮弧 那你當然你可以在這邊刮弧在串接可以啦或者在後面 做那個串接可以 那把這個值怎麼樣呢 放在 offset 3欄 特別叫後面是欄的跳3欄 跳過來有沒有他就自動怎麼樣呢 offset就把資料寫到這一欄 OK然後呢再往下 往下一個 就往下有沒有 然後再問再跳回去 再判斷一下這個是不是空的 不是空的那就再加 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然後呢你看發現了 他會自動怎麼樣的 去 跑跑跑跑 那這個方式的話也是回圈 那這個叫做 while回圈 while回圈 那其實結果都一樣 我們兩種回圈 那你會想說哪一種方式比較好呢 其實你就當然就見招拆招啦 如果呢那個是一個範圍的話 很明確的是一個範圍 那你就用for回圈 可是呢如果剛好你遇到的狀況 他又不是一個很明確的範圍 那你當然就是可以見招拆招 用while回圈 也可以解決問題 所以多一招 那你 盡量 其實這些東西呢 也不需要去死氣啦 你就至少會有一個sample 反正你就把這個sample煉到手之後 以後的就照這樣的去修改 其實就好了 不然說真的 你要把它完全背起來 還真的不是太 簡單的事情 你就 但是你要了解說 到底他的原理原則為何 這個也是比較重要的 那最後把它跑完好了 最後執行完畢之後的話呢 他就完了 你會發現到這裡他就跳開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是一個empathy 是一個空的 他就離開了 這一個 OK 好那這部分的話呢我介紹一個 Fore回圈 那這個地方再補充一個就是 壞回圈 兩種方式 我想各位呢 可以再比較看看 那等一下我會把這個畫面 再把它拍照 然後放上去 給各位參考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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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